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淳子 今天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潘灵俏 潘小姐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您好 淳子你好 那首先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日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今天A股看来大多数都是上涨的 那么今天是实现一个低开之后是正当上扬 并且以几乎是全日的最高位是进行一个修饰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是涨31点 报在3647点 那么深圳城市是涨198点 报在12893点 再看护身300指 护身300指也是上涨 涨27点 报在3781点 那么创业版纸同样也上涨超过两个百分点 涨81点 报在2897点 那潘小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大事的消息面方面了 那么内地也就是即重启新股发行之后呢 是再有股市正常化的这样一些松绑的措施呢 是进行了一个出台 那么消息也就指出说监管层是已经下发了通知 就表示呢要取消7月时要求券商自营股票每天净买入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券商的自营交易呢 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么相信对股市呢 其实会带来一定的波动的 那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啊 因为最近这个土耳其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这样一架飞机 那么原油黄金呢 也是成为避险资金的投放 所以价格都有所上涨 那么派小姐 你认为这一些大大小小的消息啊 对A股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么这个监管层呢 是放开了之前呢 对于在就市过程当中呢 对于这个券商的一个限制 那么要求呢 是只能够买入这个股票的一个限制 那么允许呢 券商呢 那么可以呢 这个对于这个自营业务呢 进行一个净卖出 那么再加上呢 之前呢 又有这个IPO的一个重启 以及呢 这个近期像是这个 之前就市的国家队的资金呢 也都是开始呢 有一个逐步退出的一个举动存在 那么这些消息呢 也都是反映出呢 其实目前的一个监管层呢 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呢 已经是趋于常态化了 那么市场呢 也是已经开始起稳了 那么之前就市过程当中的一些行政化的手段呢 也都是呢 在陆续的一个推出 那么从这方面的上来理解的话呢 那么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消息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 那么券商股可以进行这个自营业务的一个净卖出之后呢 在估惑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对市场呢 有一些这种波动性的一个影响 那么会令到呢 市场有一些的一个震荡 所以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从今天这个A股表现上面来看呢 也都是呢 移入走高的一个状态 那么也是相对的比较强的一个状态 另外呢 从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面上看呢 那么下周呢 将会进行这个新股的申购 那么预期冻结资金是1万亿左右 那么令到呢 有一些那个资金面紧张方面的一个担忧 但是呢 昨天呢 央行也是有进行一些放水的举动 那么从这个上海隔夜同业的一个拆借利率上面来看呢 走势呢 都还是相对的比较平稳一些 也是反映出呢 那么暂时的这个市场资金面上呢 并不会有一个过于紧张的一个状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消息方面呢 那么昨天呢 土耳其也是击落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家这个战机 那么消息呢 也是令市场呢 担心相应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因素 也是呢 令到呢 像是这个原油啊 黄金啊 这些大众商品呢 受到这个避险资金的一个追捧 那么从这个昨晚的一个表现上面看呢 像是这个纽约的原油期货价格呢 也是盘中一度的上涨呢 超过1% 黄金的价格的涨幅呢 也是有超过这个1% 之一 那么市场呢 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应存在的 但是呢 在A股方面呢 冲击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相应的一些黄金啊 以及呢 这个油色金属这些类的股份呢 是有一定的这种上涨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从近期的一个市场上面呢 总体来看呢 像是今天的一个量能呢 在昨天萎缩之后呢 又重新上了这个万亿的一个水平 市场的成交上面呢 都还是比较的一个活跃的 那么主要呢 是一些的一个权重股呢 比较的一个低迷一些 但是呢 相应的一些个股方面呢 依然呢 都是存在着一定的一个机会的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呢 暂时呢 都跟之前呢 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区别 还是处于呢 这种区间内呢 进行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 那么上方呢 都依然是看在呢 大概是这个3680点的一个位置左右呢 能不能够呢 有所这个突破 而下方的这个支撑呢 依然是看在这个20天线的一个位置 目前呢 已经是上移到了3550点左右 那我们刚刚也是讲到这个土耳其记录了俄罗斯飞机的这个事件啊 那么再次也是加上巴黎恐袭的事件呢 这两一次呢 也是加强了中原地缘局势的这样一个紧张的这样一个气氛 那么如果这次的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个地区局势紧张是进一步的波及 并且是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周边的国家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诱发政治或者是经济危机 所以到时候可能将会对这个全球的市场造成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冲击 那么再相应的在这个军工板块方面呢 最近好像也就是因这些新闻的这样一个发布呢 就变得相对的比较活跃了 所以潘小姐 你是怎么看这个军工板块对在事件方面的影响呢 那么其实早在这个9月底的时候呢 也是在这个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呢 俄罗斯的军方呢也都已经是开始呢对这个叙利亚呢进行这个空袭 那么这一个事件呢也是一度的令到呢叙利亚的一个邻国呢 那么存在着这个质疑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俄罗斯的战机呢是被土耳其击落之后呢 也是呢令到呢市场呢对于这个地缘政局的一个这个方面呢 进一步的产生一些的一个担忧 那么最新的一个状况上面看呢 罗斯呢是已经表示呢准备好呢跟这个北约呢签订一些的一个合约 来防止呢类似的一些空中事故的一个发生 那么事件后续的一个发展呢 以及呢对于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影响上面呢 依然呢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 但是呢那么相应的一个A股板块的方面呢 那么军工板块呢表现呢也都已经是开始活跃起来 像是这个雷科防务呢今天的涨幅呢也是有超过5% 这个天河防务的今天呢也是有一个涨停的状况 那么除了这些地缘政治这个因素呢来影响这个军工板块之外呢 近期呢关于军工板块消息面呢也是比较的多的 像是呢那么近期的这个军事的报章里面呢 也都是集中的在报道呢关于这个军事的这个改革方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进 那么可能呢会涉及呢像是一些天军啊 网军这些一个新型的一个军种的一个成立 那么来推动呢像是航空啊卫星产业 以及是这个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一个这个发展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军种呢如果是一旦成立的话呢 那么对于相应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呢 也会有所的一个增加 那么相应的这些航天航空啊 以及这个网络信息安全这方面的一些企业的一个订单呢 也都是呢有可能呢会有所这个增长 同时呢那么对于这个军工板块来说呢 那么国企改革这方面呢也是不断的一个推进 那么包括呢板块呢也是一些的上市公司当中呢 也是存在着一些资产注入这方面的一个概念 像是呢近期呢停牌三个月的这个刚购工程呢 也是刚刚的获得这个控股股东中传集团呢 是注入了关于这个中传酒院的一个资产 所以说呢这些因素呢也是令到呢 那么对于这个军工板块来说呢 可以呢持续的一个留意一下 那么各股方面呢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启明星辰002439这是个股 那么公司呢做的呢是一些关于这个 信息安全方面的一些产品 那么其中呢这个军队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收入的 一个业务的收入的一个占比呢 已经是达到了10%到15%左右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那么暂时呢上方的一个阻力位呢 会是在这个37.5元左右 如果后市能够站稳的话呢 有机会呢进一步的上市 这个40.4元左右 下方的一个阻力位呢可以是定在呢 34.7元 好的感谢潘小姐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潘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